孙悟空叫寿星公在路边等他一会儿 他就带着朱八戒一起去到清华仙府 朱八戒就在董外大声喊 绝妖精啊绝妖精啊 那个美人呢 刚才见到孙悟空追杀的路妖精 已经吓得失晒云了 想走又不知道走去哪里 正在旁黄无计 听到外面喊声大震 石董又没有后门的嘛 妖怪手中又没有兵器 静在那儿震吞吞 朱八戒已经冲到进来 你这不知丑的迷人精啊 你还想走啊 看扒 跟手就一切扒就坐过来 那个美人就地一滚化 就一道寒光就走出去 知孙悟空早已经在董外等着 寒光一闪 孙悟空那只棍就比闪电更快 一棍就拨下来 一个二八戒人 天之国色 原来是一只白面狐狸 朱八戒追了出来 手起爬落 一铁爬坐下去 当堂穿了九个洞 孙悟空就渴着他 老板 慢着慢着 不要打烂他 留着带回去给他分军 看看他的美人先 那个傻子就一手 撑着条尾就拖着回去 去到山边 看见老寿升公 找着手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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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绿的头 还算闹 哎呀 你这业处啊 你这业处 你为什么偷偷逃走啊 为什么再次成精作怪啊 几乎被你害了千多个小孩 你有罪过啊 你有罪啊 如果不是我来早点 孙大圣那条棍拼下来 你就没命了 孙悟空就问 喂 仇星老弟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这儿骂那只鹿 你这样骂就像哄他那样 我恶极都是这样 那 Achoo 我猪八将狐狸一million 就断在伯鹿前面 那只伯鹿儿就在闻一下 闻一下 哄哄在喊 仇星公在鹿头那儿打一巴掌 奈畜呀 你拿一条命就心足了 还闻什么啊你 然后他脱了一条腰带 绑着绿的颈 大圣 好了好了 我和你现在去比丘国 慢着 做事要做彻底才行 将这里打掃干净 以免日后又生妖孽 这八戒就最拿手了 拿着九尺钉帕就乱裁一通 将那棵柳树打成七八卷 孙悟空就说了 八戒 不用那么浪费力气 等我来 他念动咒语叫土地公来 吩咐他 土地 给我拿柴枝来点起烈火 将清华仙虎给我烧掉 以免日后又生祸害 那土地转身点起阴兵 搬出柴火来一把火 将清华仙虎烧清光 孙悟空就和寿星公一起 拉住八戒 朱八戒拖着狐狸 就回到来比丘国 一直走上宫殿 朱八戒就对国王说 那你个美后回来了 快点来亲热一下你个美人 那国王一看 哎呀 原来是被狐狸精迷了 丑到他面红以热无地之勇 一摄高头 见到孙悟空带着寿星公 拉着白鹿过来 吓到国王和文武百官 陆公飞笨 一起跪下来扣头 孙悟空一手拉他起室 哎呀 你别拜着了 你别拜着了 你扣个头给你个国长先了 你这只白鹿就是你国长来的 国王真是丑到想找洞来捐 一摄着扣头 多谢唐僧师徒 多谢神僧 多谢神僧 点醒寡人 哎呀 又救了我一国小而性命 跟手就国王 全子光绿子安排宿宴 大开东国 然后请寿星公 嘿嘿嘿 那天东华帝君来我市 我和他作了盘棋 哈哈哈哈 一局都没完 那只叶束就走了 等我送客回来 已经找不到他了 我屈指一算 知道他来了这里作怪 我就立刻来找他了 哎呀 幸好来早一步啊 刚刚遇到孙大姓思威 辞的当 叶束就没命了 哎呀 哎呀 算是他命不该绝 哎呀 正在那里说着 大臣就品报 素宴已经安排好了 哦 国王请食斋 真是五彩迎门 二香满座 十香素菜 百味珍收 直前果品搬搬有 岸上齋熬 见见精 台上面摆住了 仙土物理香 行水史 红棗香 香椒羊土木瓜 还有精酥炸锅粉丝糕点 又摆住一碟碟的罗汉斋 冬菇发菜金针银以百合 莲子白果 联顺蘸蘑菇 莲子白果 还有用金盘放入一件件热辣辣的大饭头 用银碗装入一碗碗的施苗白米 国王请寿宗星宫坐首席 唐三藏坐次席 国王自己坐前席 孙悟空 朱八戒 沙和尚坐旁边 还叫三个太师来陪伴左右 下面激鼓咒我 国王拿着紫霞杯 一一敬酒 就是唐三藏不肯破戒 没喝到 那个朱八戒 轻轻用脚撩下孙悟空 喂喂喂 哥哥 那些水果 让了给你了 饭菜就留回老朱来受用 整围桌给他吃清光 饮宴完 仇星宫要告辞 国王就上前跪拜 求仇星宫教的去病 燃燃之术 仇星宫笑笑口 我来找着白鹿 又没带到什么单约来 想传授你修养之荒 战气又跟虽神拜 不能还单 那一场来到 我这里有三粒红组 本来就拿来献茶 给东华帝君 剩下来我没吃到 好了好了 现在送给你了 国王就吃了那三粒红组 光塘面色红润 容光焕发精神爽利 后来呢 国王的修心养性 果然得到长寿 朱八戒就拖着寿星宫 喂喂喂 老寿啊老寿 你这样就够偏心了 有红组都不给 几只老猪吃下的 我现在没带在身上 我送几斤你 给你吃到够了 于是寿星宫就走出东角 骑上白绿踏上云头 一朵长云直上青天 国王和文武百官 成终黎民百姓 奔香礼拜 送完寿星宫且 唐三藏就说 徒弟呀 执拾行李 喜情西去咯 那国王你日美一月 苦苦哀求 求神真来到指教 孙悟空就对他说 闭下 你从今以后 小贪色欲 多职阴德 凡白事将长保短 处处以黎民百姓为重 自然百病不生 延连益受的了 这个就是教你了 国王再三叩头拜者 又吩咐 拿出两盘散金碎银 来给唐三藏用路费 唐三藏昏文不受 起身就要走 国王心中感激不尽 过意不去 立刻摆链甲 请唐三藏坐上路车 皇帝皇后妃笨来推车 一路送出城外 那时六阶三市百姓黎民 家家户户都点起乡来相送 一直送到城满 忽然间 空中呼呼声风响 在天上落下一千一百一十个鹅龙 龙中有小孩儿提哭之声 放晒一大路两旁 城王土地舍令 珍观五方揭替四直公曹 六丁六甲 一切就来拜见孙大圣 大圣 我们蒙大圣吩咐 摄走了小孩儿 如今大圣攻城远去 我们送回小孩儿回来了 国王和皇后妃笨文武大臣 一切下拜 孙悟空就望着空中大声喊 有劳诸位神令 请郭归此 今后民间祭祀来多谢你们 孙悟空又吩咐 各家各户 来认领小孩儿 哦 全城高高兴兴 欢天喜地 有些抱着个儿子叫乖乖 有些叫弟弟 有些叫心肝定 有些叫蜜堂请 有些抱着个儿子来跳 有些抱着来啪啪笑 然后一切勇上前 不要让他们走 救命恩人来的 一定要来我家 等我拜祭他大恩大德 当堂乱了 连国王和三千玉林军马都管不了 人头勇勇 个个爭先恐后来请 将堂三藏扶上马 抬着朱八戒 劫着沙和尚 背着孙悟空 敲锣打鼓 回回入城 这家设宴 国家开席 国家都要请 请不到的呢 就做争衣争母争鞋 争物来双送 逐逐搞了个多月 然后才来得开 给邮城 国王又叫画下唐僧 司徒的形影 立起牌位 顶礼墳香来供养 唐僧走那天 比邮国军神百姓送唐僧 司徒出醒 一直送了二十里老 然后才以徽类告别 真是救活孩儿 恩义重 依依不捨别神争 司徒四个 在比邮国 积了件功德 只因为求经深切 不肯久留 又是日行夜宿 迎风暮雨 不过又是东残春尽 沿途野花山树 景物芳菲 行下行下 又到那座高山 尽领前面 唐三藏一招 比蛇咬三年 怕草城 见山他都怕的 就问 徒弟啊 前面高山 不知道有没有路的呢 是必要小心啊 哎呀 师父 你说完这些说话 都不像一个 行惯山路人的 好似公子黄孙 坐井观天之类的 自古也有话的嘛 山不外路路自通山 何以会问 有路还是没路的呢 悟空啊 是 是就是这么说 山不外路 只就怕 晋岭之间 生怪物 物临深处 出妖精呢 诸八戒就说 师父啊 放心啊 放心啊 这里来 极乐不远的了 保保你 太平无事 师徒就边走边讲 不过 已经来到山脚下了 算不通 就拿着金箍棒 一跳 跳上岩石上面 师父 我这里看见了 这里上山条路 好好走啊 来了来了 唐三藏就放心了 准备上山 沙和尚就对 朱八戒说 二师兄啊 你担心行李先 等我帮师父 拉马吧 沙和尚就 拔着姜城 唐三藏 找错雕安 跟着孙悟空 就直奔上山大路 这座山 确是好景致啊 云露龙山顶 山山涌溪中 白花香满路 万树物重重 梅青里白 柳绿桃红 千岩敬寿 万核争楼 唐三藏观看山景 赞叹不绝 忽然间听到 远远提鸟之声 不觉又起了 思乡之念了 在马上淫尸 我自天牌 传旨意 感平封下令关闻 观灯十五里东土 才与堂皇天地分 虎能龙虎风云会 却又师徒拗马君 走进无山 风十二 何时东土 见当今 千岩敬一踢 哎呀 师父 你又是思念乡土 不似个出家之人 放心去啦 别那么多忧虑 古人都说 欲求生富贵 虽下死功夫 吴空 哎呀 你是说的又来 知不知道 西天路 还有多远的呢 知八戒就说 师父 肯定是那个如来佛祖 不舍得 他那三藏经 知道我们要来拿他 搬了屋去都不顶 不是怎么走 也都不到的 沙和尚就说 哎呀 二师兄 你别胡说啦 尽管跟着大师兄去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忍 终归会有个到头之日的 师徒四个 正在去闲淡 又见了一座大黑重林 唐三座一望 又有点心跳了 哎呀 吴空啊 我们刚刚平安 过了晋岭高山 现在又到了这座大黑重林 你事必要在意留神啊 车爬什么 不是 吴空啊 不信直中直 虽防人不仁 我都经过很多重林的了 都没有这座重林 这么深远的 船空抬头一望 果然好一座黑重物林 你看 东西物摆 南北成行 树高千丈 借天弊日 净激遍地 穿布难行 真是东西客类难通过 南北京商 怎能通 林终星斗不见 日夜不分 啊 只望到后面 背阴之处千般景 向阳之所万重花 又别有景致 千年怀万载 潜内汗重 山逃果野卓若罕富庸 又听得百鸟齐名 应母叫道 捐提借孤名 指宴雨 喜着穿枝 乌亚反步 王丽飞舞 白舌条音 撩歌 学人语 话 未会念经 又见有老虎 摆尾山炮 磨牙 狐狸 跳舞 柴狼唱歌 哎呀 奇了 一座重林 天堂地府 什么景色都齐全 那孙悟空 全不在意 一条铁棍开路 带着唐三藏就入林 一路萧萧 遥遥 平平安安 行了半日 都未出到重林 唐三藏就说 徒弟啊 啊 一路西来 经过这么多山林 进岭 这一座山 真是出奇了 外边看 有些得人怕 入到泥 一路太平 这里青雅幽静 奇花异草 我想要坐一坐 一载等一匹码头下 二载亦肚饿了 你们哪个化点 只回来 给维斯冲击呢 好吧 好吧 师傅 那你请下码头下 等老孙去化斋 唐三藏就落马 朱八戒将马绑在树上 沙和尚放下行李 拿出一个舶头来交给孙悟空 孙悟空就说 师傅 那你一次坐一坐 等一会儿老孙 马绑立刻回来的啦 唐三藏就坐在重音之下 沙和尚沙和尚上珠八戒两个呢 就去沉花灭果 那船空一跳跳上半空一望 只见重林中 长云飘渺 睡气纷纷 哎呀 好 哎呀 好啊 好啊 哈哈 那只猫猫王在赞什么呢 原来他在夸掌自己的师傅 唐三藏 我师傅是金蟬掌老转世 十世修行的好人 故此有长云罩顶 想当初我老孙 在五百年前大闹天宫那阵 混游海角 放荡天涯 聚集群精 称为齐天大省 寒龙伏虎 在炎黄殿 是消了死席 那阵的老孙 头大三颜金官 身穿黄金甲 手执金枯棒 捉搭步云里 手下有四万七千小妖 都拜我为大姓爷爷 扛神威风 如今脱却天灾 做了人家徒弟 来到侍候师傅 一知我师傅 头顶上有长云瑞 我一罩定 他回来东土 必定有好报 老孙也会得个正果 孙凶就在空中 赞着自己师傅 唐三藏呢 就坐在树林中 明心见性 念着那个摩托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忽然间 听到有人叫救人 救人 唐三藏一听 大吃一惊 善哉善哉 物林深处 为何会有人叫救人 怕是被豺狼 虎炮吓到 等我去看看 唐三藏就连忙起身 穿过千年拍 行过万年重 腹割攀腾 就行前去看 见到一棵大树 绑着一个女子 上半角就绑在树那里 下半角就迷在地上 唐三藏就问 女菩萨 你为什么被人绑在这里呢 那个女子 见到唐三藏走过来 一尾在那里流眼泪 唐三藏一看 香衰敌泪 有沉如落眼之蓉 星眼含碑 有碧月收花之茅 唐三藏见的是妙灵少女 就不敢走过去 远远地问 女菩萨 你有何罪过 说给贫僧知 好打救你呀 那个女子 一边哭 一边在说 师父 我家是贫婆国 来这里有二百里路远 父母在堂 他们都十分好做善事的 一生都是和亲爱友 遇到清明 请了亲戚一家老少 去拜素先人 谁知半路遇到一股强人 持刀弄枪追杀过来 吓得我们魂非拍散 父母亲戚都各自逃生 我年幼走不甩 被强盗捉入山中 那大大王要我做夫人 二大王又要我做妻室 第三第四的大王又争着要我 连底下那帮手下都欠了一份 大家都不奋起 互不相扬 最后就约定 大家都不要 就把我绑在这里 哎呀 强盗已经走了 我在这里五日五夜的了 看白无命的了 哎呀 真是不知道哪一世 祖宗即得 今日遇见师父来 万望你大慈大悲 救我一命 九泉之下 决不忘恩 讲完就哭到 一不成声 十分可怜 唐三藏是个慈悲长者 听他这么说 哎呀 亦不觉动起同情之念 就流起眼泪上来 他就叫 徒弟啊 徒弟 那时 朱八戒和沙和尚 正在临终尋花蜜果 听到师父叫 朱八戒就说 喂喂 沙和尚啊 师父啊 肯定在这里 遇见亲戚就顶了 哎呀 二师兄 我们走了半日 都没有遇见过人 师父怎么会在这里 遇见亲戚呢 那 你听听师父的声 好像刚刚哭完 那样的 肯定遇见亲戚 哭了上来 不是做什么 可以的 沙和尚就快点回头 见到匹马和行李都在 两个人就拉着马 担着行李上前找师父 唐三藏用手指着前面那棵树 八戒啊 你快点将个女菩萨解下来 那时候 孙悟空只在半空中 来到清赞着师父 头上有长光罩顶 是一个有德行 有福分的神僧 忽然间 见到下面一股黑气 好像烟通喷烟上来 啪啪声遮住长光 哎呀 糟了 黑气罩长光 肯定是妖魔来害师父 哎呀 化妻小事 快点回去看看先 那孙悟空就立刻跳下来 你打了我 你打我?,我跌了一st一跤 你抬我去西天 爷呀 兄弟 我不是打你 我叫你米解他 他是妖精来的 唐三藏就渴过来了 你只猴子又来乱说了 这么斯文的一个女子 怎么会是妖精啊 哎呀师父 你又来了 这些这样的变法 无非是想吃人的 老孙好在行的 就是你不知道的 朱伯家就嘟长条嘴说 师父 你千万别相信 那只猴子的说话 你看他的样子 眼睛睛的望到 那女子 见人家生得端正 他就想骗我们 说是妖精 等我们走安 一会儿他就屈尾十 走回来找那女子 你以为老朱 不知道他那些 我批准你这个蠢猪 老孙一路西行 什么时候有个半点差错 像你这个蠢人一样 贪恋美色 见利忘义 上次想做人家女婿 被人绑在树上 这么快你就不记得了 这次又想上树打抽签了 唐三藏见到孙悟空 这么认真就说 是啊是啊八戒 你师兄几次都没看叉眼 既然师兄这么说 好了好了 我们不要理那么多了 我们扯吧 哎呀 好好好 师父 这回你逢空化吉 请上马 出到松林那边 自然有人加化斋 给你吃的了 于是师徒四角 就劈低个女子 一路向西行